俄罗斯放生的东北虎乌斯京本月中旬进入俄国黑龙江太平沟自然保护区 其行踪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周日晚上黑龙江浮远县境内黑虾子岛南侧的一处养殖点被野兽偷袭 经鉴定凶手正是乌斯京 在养殖点附近专家发现了一串串足迹 经判定正是乌斯京留下的 而且还有其坐下休息的印记 此次偷袭造成两只羊被咬死三只羊失踪 在被咬死的山羊头部可以清晰地看见一个手指般粗的洞口 专家实地测量后表示山羊的头骨已被咬碎 可见老虎力量非常大 也说明乌斯京的捕猎能力非常强 根据我们这么多天的监测 乌斯京在黑虾岛上的活动范围非常大 它的足迹基本上遍布了整个黑虾岛范围 而且来回的移动也比较积极 这表现出它体能状况还是挺好 乌斯京是今年第二只进入我国境内的俄罗斯放生东北虎 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放生的三只东北虎之一 库甲率先进入到中国境内 新华社记者报道